国军又爆出了军械遗失的事件 海军陆战队指挥部表示 陆战66旅在执行 械弹清点专案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支T拐5班 用机枪的枪管 随即成立了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不过在这个月 国军吊枪事件频传 金门又有阿兵哥失联出现在对岸 这也让国防部脸上无光 被质疑吊人又吊枪 要怎么保家卫国 3月24号我们所清查完毕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那个料账都相符 国防部副部长博鸿辉 周一上午在立法院被巡视 才说目前清查枪械弹药 数量没问题 同一天下午却传出海军陆战队 又有军械不见了 查获短扫T拐5式 搬用机枪预备枪管已知 即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并主动移送司法侦办 海军陆战队辖下陆战66旅 在进行械弹清点专案时 赫然发现T拐5搬用机枪的备用枪管 无缘无故少了一支 指挥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 进行调查 与其我们这个言尔道理 不如我们清查问题 然后让这些黑树通通冒出来 吊枪吊人 这样的军机怎么打仗呢 真的很理念忧心 再给党的质疑其来有字 光是这个月国军吊枪事件 实在可以说是实有所闻 3月8号当天 先是海军龙泉新兵训练中心 发现一把点45手枪被调包成模型枪 同一天又通报陆战99旅 T91步枪枪击短手两件 3月23号桃源警方又在查枪械时 发现T65开图步枪和大量弹药 虽然事后清查并非军方流出 但加上T拐五枪管事件 一个月内接连爆出四件争议 调查结果一出来 一定会严加的处理 并且未来会好好的来加以改进 国防部长邱国震的阵路下令彻查 要把国军上下的枪械弹药数量 通盘清点 严正整肃军纪 记者林圈局 荒卫才特别报道 屏东看守所金船有受刑人脱逃 刑事局发布了紧急专案 40岁的涂俊伟有怯到伤害前科 27号下午在一处柠檬园 进行自主兼外作业的时候 因为工作上的问题 跟员工起了头脚 把人打伤之后 抢了车钥匙就开车逃逸 被打伤的员工 脸部跟胸口有多处挫伤 还在住院观察 屏东看守所金船有受刑人逃脱 就是他40岁的涂俊伟 身高165公分 特征身形瘦小 耳朵醒目 可能藏匿于全台 刑事局发布紧急专案查气歹人 而在逃脱前 屠俊伟正在柠檬园 进行自主兼外作业 因为工作问题 和里面的无姓员工起口角 无姓员工脸部胸口多处挫伤 住院观察 而据了解屠俊伟在抢车后 一路逃往高雄 曾献中岗山地区 107年到现在 星期有6年 新4年了 我在报假释 教化表现很正常 屠俊伟107年1月 因为偷车窃盗 肇事逃逸 被判刑6年2个月 今年2月经过评选 刚获得自主兼外作业资格 没想到才过一个多月 人就跑了 听说他昨天逃逼之后 有跑回来就是 有 他一定会回来 受刑人打伤人后 抢车逃脱 警方全力追气 就判尽快将人逮捕归案 杰苏世伟 评论报道 很多人每天买咖啡 都是用纸杯来盛装 但是网络上传出 如果纸杯装入热的饮料 可能会导致杯子中 暗藏的双分A释出 如果喝到人体内 将造成体岛素分泌失调 进而让人变胖 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来听听医师怎么说 在纸杯中倒入现磨咖啡 再加上新鲜牛奶 一杯香浓拿铁 就能轻松带走 但这日常习惯 竟然暗藏 会导致肥胖的风险因子吗 网络上就传出纸杯容器 恐怕内含双分A 如果再装入 像是咖啡等高温饮品 会让双分A释出 饮用后进入人体 恐怕会提高糖尿病风险 也会使人变胖 但要是容器中 真的存有双分A 医师指出确实会造成肥胖 因为双分A结构类似磁性激素 会干扰内分泌导致荷尔蒙混乱 胰岛素分泌失调 让血糖不稳定 就会造成肥胖 但医学上来说 我们认为它是种环境荷尔蒙 更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说 长期接触到双分A这个材质的话 其实也会带来心血管疾病 然后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肾脏功能 为了避免双分A 透过饮食偷渡到身体内 盛装的容器到底是什么材质 也要多多留心 记者陈丽婷 黄明社台北报道 南恒公路上也有ATM可以领钱了 长达58公里的南恒公路东段 今年1月出现了首家超商 3月25号又装设了ATM 大大提升了当地居民 还有旅客的便利性 适逢补发6000元前夕 民众也多了一个管道可以申请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个超商并不是24小时营业 目前只从清晨5点营业到晚上10点 拥有壮阔紧致的南恒公路 一直是台湾人旅游的热门区域 但因为在山上地处偏僻 居民要领钱存款 都得花上半小时的车程下山 今年1月南恒公路出现第一家超商后 25号又加装了ATM 大大提升了周边居民的便利性 非常高兴 很方便 居民他也可以很方便的下来 能够提钱这样子 他们要存钱的话 他们可能要下山去存 可是这中间将近三十几分钟 路程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可是他们现在有了ATM之后 他们每个月 每天的营收就可直接存在ATM里面 周边沿线有力道路 五下马三个部落 居民都很开心 现在不用在下山领钱了 ATM的设置恰好也赶上了 能够提领普发现金6000元的时机 我们族人也可以多了一条 就是利用ATM提款机 来请领6000元的一个 申请的一个方式 带给我们族人更大更大的便利性 ATM开启了当地人的便利新生活 来玩的游客也方便许多 但超商并不是全天营业 只有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 如果民众有需要 记得要注意时间 不要扑空了 接下来楼林桑台东报导